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真知灼见啊 就是说是平时我们可能注意不到的 然后没有一直注意到的东西 希望大家进行的有时间的话思考一下 就晚上睡觉前花几分钟思考一下 很多东西都是习惯慢慢养成 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自我提升 就是说是通过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可能某一天当你经过了这个求职的经历之后 你忽然开朗 你觉得其实求职就是一层窗户纸 你在外面的话你觉得是那么难 然后一旦进来之后你觉得 其实我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在under your control的 英文不太好啊 那我就讲中文啊 好在我写了几个口诀给大家分享一下 要不那你乐把笑话了 我先讲一个就是 问个问题啊 大家就是说谁觉得找工作很难 请举手 看来还有很多人非常的就是已经是专家了 就说无所谓啊 找工作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说是 其实对一个公司来讲要招一个人更难 要招一个合适的人 是比你找工作还要很难很多 就为什么每公司就是说稍微具有点规模的公司 加上小公司也有就是这方面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 人力物力财力来搞这种招聘 来招人 这为什么 因为它是招人确实很难 招一个合适的人 一个可以放心的人确实很难 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我在因为过去几年之间的话 一直给那个BP我给就参与到这种学校招片里面 一直参与的从从计划这种计划呀到这种面试啊 然后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流程 就知道这个对公司来讲招人是非常非常难的 首先就是说是当然公司每年都有计划 就是说每个方向我们大概根据这种 demand 然后每个部门的就是说未来检验计划 制定是这种整个的招人计划 然后呢公司内部就开始制定这种每个学校的访问计划 对吧 访问的时候你当然需要有代表了 这代表不是说我随便抓来就你就可以去的 要经过培训 每个人职责不一样 你若是简单一个代表你去站在那儿收一下简历 的话你可能就说花上两个小时的培训 就告诉你一些该讲不该讲的 然后该注意什么事项 更重要的一个group呢就是说那些面试官 面试官的话会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 两年前了 两年前的话 像BP的话 每个面试官他要给你两天的培训 这两天就是说你把你手头的工作全部放下 你去一个 他从外面专门请这种就是 有搞心理学的呀 有搞这种就是说职业发展的呀 请这第三方的公司来给你培训 培训内容是什么 内容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怎么发掘 你的这个背面试人的潜质 刚才 刚才李英辉叫了六个人上来啊 就说一个简单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小房间里面 就有六个人 可以满足 你说 每个人都说我可以胜任 没问题 这其实是第一步了 就说 投几年历 这个网上或者是这种 现场投几年历 然后第一批可能就是我们这大房间 造个C++的人 只有六个人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 下面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的面试 面试的话 之前面试官呢 他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来首先要熟悉自己的 这个面试的材料 每个人简历交上来之后 就说在你进这个房间 跟他面试之前 他首先要花很多时间 来看你的简历 看你就是说是你从哪来的 你学过什么东西 有什么工作经验 然后呢 一般面试的话 他会设计好一个 就是问卷 对吧 你的问卷呢 可能是就是 技术方面的 有的可能就是Soft Scale 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就是BP的一些 就是有工程者方面的吧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多 像CS W 他的面试的东西 可能非常technical 不太一样 大家根据自己的专业 做自己的判断 我 然后 每个人进来之后 做一个面试官 你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说是 最大的 问题呢 就是说 你怎么启发 这个背面试人 来让他 表达出自己最光彩的一面 首先进来之后 你看一下 OK 先做个自我介绍 说把这个气氛 Warm up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不同人的交流技巧 你会发现 三分钟之内 你就能 大概对这个人 有一个印象 然后这三分钟 其实就主导了你整个的面试过程 再一个就是说是 你进来之后 我其实不关心 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已经assume 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但是我关心的是 就是我把你招进来之后 除了 这个我要求的这个东西 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只要他同意了 我花钱 把你从这个学校 找到我这来 我付你的那个 这种吃喝住行 然后再派上人来跟你交流的话 他已经觉得你能力肯定没问题 他想知道的是什么 想知道是 除了你简历 简历背后有什么东西 每个人的story都不一样 刚才林辉文的问题 就说是 谁的工作可以就被代替 其实很多人的工作 是不可以被代替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当你进了这个房间的之后 你的卖点是什么 你的卖点就是说 我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体现的自信 我可能到现在招了有十几个人吧 就被公司啊 然后其中成功的人 我觉得就是说最大的 就是他的共性呢 就是他非常自信 他进来之后 他就让你觉得 这个工作是只能给我 是吧 你所说的要求 那是没有问题的 我肯定满足 但是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我可以带给你惊喜 这惊喜呢 就是基于你不同的经验 你不同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两年可能是有也比较火吧 我们招人里面有 以前卖个披萨的 以前披萨店的老板 转行做石油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 做这种云计算的 网络云计算的人 他可能公司倒闭之后 转行做学石油 然后也过来 也成功地经过了 那个 经过了我的面试 其实 我要说的就是说 他当他进来之后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 他背后肯定有故事 然后当他把这个东西 阐述出来 又把他自己的 这种经历 经验和自己的特长 跟你的工作 结合起来 然后 beyond the point 他会让你觉得 这个人 其实现在可以做很多东西 然后 这个工作的话 我可以找很多人过来做 但是 可能两年之后 他就可以 成为一个leader 这leader 并不一定是manager leader可以在很多方面 就是说是给你 公司带来很大的收益 所以我前面讲这个过程 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其实找一个人很难 然后一定要有自信 表达出你自己的这种 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并不是说这样的说 我觉得我可以qualify 你这个job 而是说 你的job只能给我 要有这种自信 自信是建立在你的 首先你的knowledge 再一个就是你 锻炼你的soft skill 再一个就是你的视野 当然 就是说并不是说 我们学Jude的 学W的 还是举石油吧 我学石油的 比如说我是做油藏的 油藏工程啊 其实就是说怎么 考虑这个流体啊 在地下流动啊 然后我打口井啊 这个 我的油是怎么出来 产量是多少 然后decline 多快 这东西 然后这个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来做 但是我要了解 就是说 石油工程 在每个公司里面 它是做什么的 对吧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 这种 这种discipline 对吧 比如说Severon的石油工程 和BP的石油工程 它的definition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 Petronium engineer 在 这是我的有限的理解 Petronium engineer 在Severon里面 其实包括了 Reservant engineer 在BP里面 Petronium engineer 和Reservant engineer 是两个不同的discipline 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大家有时间 或者是有这种经历 一定要刻意地去了解 当你申请某个公司的时候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花点时间做点homework 就是说对这个公司的这种 business呀 对他的这种大概文化 有些了解的话 这样在面试过程当中 你会有地方是 把你有限的精力 放在这个 放在这些问题上面 很快就抓住这种面试官的 这种 面试官的眼球 然后会增加你成功的机会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 就是说 独立思考 自我锤炼 那么独立思考呢 就是说是 我们可能 经受的这个应试教育比较多吧 然后当你问了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呢 就是说怎么来perfect的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面试当中很多问题呢 它没有答案 或者是没有标准的答案 然后 它主要是看你 就是说怎么 从逻辑上来思考一个问题 观察一个问题 然后大胆地提出你的见解 当然这个大胆不是胡说 是建立你在你的knowledge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 嗯 我曾经用过一个面试题 就是这个题呢 大概有七八个 就是当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大概有七八个方面 但有的人呢 说两个 只能说出两个的时候 那其实不及格了 他说出四个 只能算是及格 你说出五个六个的话 你就说是beyond average 但你呢 提出七个 或者是八个 九个十个 虽然有些不太 就是说本专业可能实用性不强 但是你能从逻辑上 给自己把这个话给圆起来 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是exceptional 所以大家一定要敢说 敢说的话 还要从那种利用自己的知识 把这个实际和问题结合在一起 是吧 这是实际当中 其实你要在座 可能很多都是master 或PhD 所以在你的领域里边 你已经其实是很牛的人了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欠缺的 可能就是说 怎么把我们学的东西 用在实际当中来 没有标准答案的 很多东西 特别是做R&D的公司 他找你来 他不是说想用你的 就是说现在有的knowledge 他是想你怎么 把你这个knowledge 变成不同的产品 变成不同的想法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独立思考 然后再就是说 当你现在跟别人交流啊 或者是你读一些网上的文章啊 这些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 要独立思考 比如说讲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沙特阿拉伯 每天或者每周或者是每个月 他会report 自己当天的产量是多少 这段时间我的产量是多少 这种数据呢 你可以相信 那也可以不信 其实百分之九十的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 这数据是假的 因为他们每个国家 这种东西都是confidential的 他可能为了一些政治目的啊 或者是 为了一些别的 别的目的来 就是说对这个数据 进行操作 包装之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独立思考的 这种判断力 然后还有一些 网上一些technic的文章 你看一下 就是要有自己的这种判断 不能说人云亦云 面试官呢 的评训当中有一点 就是说是 当然就是比较坏的trick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怎么来误导你 然后看你被误导之后的反应 对吧 因为我要招的 不是说是一个 就是说是 一个机器人啊 我给你个假设A 然后你就选 你就往左边走 假设B 你就往右边走 不是那样子 对吧 树立心心舍我欺水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然后积极进取 建立人脉 这个李渔慧也讲过了 建立人脉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组织啊 不光是华人组织 还有各个专业的组织 像我们石油工程的话 我们有SPE啊 然后石油相关的 还有SEG啊 SPWAL 还是LA 对 然后 你去看一下 在这些组织里边 去做volunteer 做committee member 或者chair的 中国人好像是蛮少的 其实就是蛮少的 对吧 然后呢 我注意到可能 西班牙裔的人特别多 我不知道 肯定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结果呢 就是他们的机会比我们的多 这种 当然了 这种你需要commit很多的时间 你的responsibility 对吧 然后你的 你可能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 但是 这种人脉 一旦建立起来的话 对你开阔你的视野啊 对你在公司内部以后职业的发展 对你 就是说 吹吹牛啊 都有好处 对不对 然后呢 最近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个 最近SPW开放了一批资料 就是说 每年SPW都会搞一个活动叫 Emerging Leadership Alliance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是他请了一些专业的人 然后从事业各地找 嗯 从事业各地找一批这种年轻的Professional 就是谁表现出这种 比较强烈的欲望 可以做Leader 然后在公司或者是公司里 比如说First Level Management 然后 他们集中在一起 今年的话大概一百多人吧 就说请专业的人士来 从各方面对你进行培训 就说怎么Networking 怎么Deal with Diversity 怎么Deal with Virtual Team 这东西 最近SPW把这个资料给做成publicaccessible 但是对SPW membership 大家可以去有时间去看一下 我觉得他讲的 有很多东西讲的蛮好 Emerging Leadership Alliance Emerging Leadership Alliance 你可以说他有这个网站 定是.org的网站 但是因为他是有membership的嘛 所以你如果可以有这种 事业工程的朋友的话 你看他们一般都有membership 对 这种就是说这是一种活动 再一个就是当然华人的 华人的这种各种活动啊 然后像我们有美国华人石油学会啊 然后石油校友会啊 然后这个互助会啊 这种多参加一下这些活动 我建立一种人脉 然后对你以后说不定哪天 你都会 就会有人会帮到你 或者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 你有什么business develop的这种 这种机会的话 合作partnership 也可能建立起来 对不对 所以 建议大家有时候有时间的话 多参与一些 然后做volunteer嘛 volunteer的话 我就从各方面都会对你进行 一种develop leadership 那就是说是 比如说 每个人都可以站在台上来 讲一些东西 就是在你 借尖地就build你这种 presentation and soft skills 这种东西 其实一个 这绝对是一个 从一个量变的过程 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不是说 我坐在下面 我觉得啊 我没问题 我站在这可以 就是说跟大家砍 砍一小时都没问题 但是上来之后我会紧张 对吧 如果是我第一次的话 我特别特别紧张 可能说不出话了 然后第二次稍微好一点 然后据说 这样就慢慢 记得地也过着 最后一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要居安思未雨绸缪 现在可能大家 看到这个石油价格 天天就是 自由落体啊 那样子的 然后休斯尊 石油城 大家很多很多人 都在石油行业 或者相关的 这种领域里面 就是居安思维吧 说怎么才能让我们 就是说 以比较积极的心态 比较做好各方面准备 来面对这个事情 可能某一天 这种工作危机 就会降临到我们中间某个人头上 然后也不要恐慌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你只能是迎接它 怎么来面对它 不如说逃避 逃避是没有希望 因为这种大规模的 这种 就cycle 每个人都不会逃避 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 这可能就是说 更加增加了你找工作的难度 但是就是说你在 这种 就是说 还没有形式 还没有那么坏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准备 不 当然我就不说废话 怎么做准备了 有很多资料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怎么来 就是未雨冲谋 就花一些时间来想想 你究竟可以给公司来带来什么 你可以就是提供别人不能提供的东西 然后你是否有多少个准备 就是说假如说 我有这种危机发生的我头上 我会怎么做 说了这么多废话 就是希望大家在 在这种不太紧急的时候 没工作的人找到工作 然后找 有工作的话 有新的发展 不光是job security 就是说同时 这危机伴随着的就是机遇 让大家都好准备 等到下个萨课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腾飞的时候 谢谢大家